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今天要和各位讲的 怎么样子进行迷蒙的家庭 家庭最重要的就是胡携 迷蒙 人物之间相处的非常地亲爱 所以迷蒙的家庭的条件 第一 我们以慈悲获得尊重 就是家庭里面每一个分子 就是要向别人对我们的尊重 必须自己要以慈悲一些 获得尊重 不是说我的本领很高 我能力很强 他就是佩服你 他不尊重你 说到这个慈悲 就是我们想讲爱 家庭最重要的要有爱 不但家庭每一个分子要爱 甚至你看养的个毛 养的狗 你如果对他有爱心的话 他的繁药 他的成长都会不一样 甚至花草 你细心教学 你看他 称赞他 而这个花草都会开花 设政都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慈悲才能获得尊重 第二 要以智慧处理是非 家庭一定有很多的分子 分子 所谓男女牢骚 当然就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观念 所以就智慧很多 那么如果来处理是非呢 就是要用智慧啊 来处理是非 比方说 我们不要听是非 我们不要说是非 我们不要传是非 当然 我们不怕是非 所以是非糟糟糟糟糕 就不听之能 是非之于自在 所以一个家庭里面 没有是非的话 必定大家和和平相处呢 第三的 以拱敬啊 既得大众 家庭里面 这个 来人客区 朋友 就是我家的其他人的朋友 我们也要应该啊 对于大家 表示一种适当的准 这个拱敬 你拱敬别人呢 这个你家里的分子 就会拱敬你 所以在佛法里面 常常讲 就求佛法吧 所以佛法也要在拱敬中求 过去《法华经》里面 常不请菩萨 朝朝经老人 和张礼拜 我不敢请示 路灯了 路灯皆当作佛 我们对能够的尊重 这个是 民门家庭也是重要的条件 第四呢 有道的修养神行 就是我们要有道 要有道 神行里面呢 才会有安定 才能有安稳 所以民门家庭的一条件呢 就是这个师弟 第一个呢 要以慈悲来获得尊重 第二呢 要以智慧来处理事实 第三呢 要以拱敬接待大众 第四呢 以道的那些人生行 第二呢 第二呢 一架 二枚 一枚 得了 一枚